這棟老舊建築物外牆突然坍塌 大片牆面從天而降 直接插進停在路邊的轎車 機車 整條巷子 塵土飛揚 路上都是倒塌的牆面 石塊碎石 就像歷經大地震一樣 滿目瘡痢 你好 你好 1到9千 收救人員將受困在屋內的人救出 今天下午3點多 高雄發生小規模地震 震度約一級 下午4點半 新興區的這棟五樓建築物 也是新葉多年的舊金日戲院二到四樓間 約長15公尺 30公尺的外牆倒塌 初步調查有8戶民宅受到波及 這裡共住26人 當時有8人外出 錦銷書上18人沒有人受傷 這裡如果窗戶壞掉了 你看看 三樓尾都倒塌了 你看看 三樓尾都倒塌了 都壓扁進去 這實在都壓扁了 都判壓 受到驚嚇的住戶說 這棟樓的外牆早就出現裂痕 但是都沒有人處理 這棟樓的味道 這萬元就倒塌了 所以這已經很久了就對了 反應就叫來看 叫來感情 安全沒問題 這樣沒辦法 高雄市長陳其邁也趕往現場了解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高雄市政府表示 這棟是50年以上的老建築物 可能平時地震 再加上今天下午地震造成坍塌 但也不排除有其他原因 目前已將受影響住戶 安置在飯店 並調派搜救犬進入 若是確定裡頭沒人 今晚將進行清除作業 會請結構技師等鑑定 所有權人若有疏失 必須連帶賠償居民損失 動新聞高雄報導 頂一時間到處